針對目前指揮中心所專家小組成合通過的莫德納6到11歲的施打疫苗 那之前教育部已跟指揮中心有做了這方面的施打上的規劃 那也透過縣市教育局處跟地方衛生局來共同的合作 那麼基本上會以參賽過去12到17歲青少年BNT施打的這個模式 那麼一方面可以在校園來集體施打 另外一方面家長也可以選擇到合約的醫療院所來執行 那這部分目前都已經準備就緒 那會由各學校來在徵得家長同意後 那麼來聯繫地方衛生局來做後續的安排 那今天我也知道部分的縣市已經開始來著手 那麼在這邊教育部還是特別在提醒也呼籲家長 我想這個部分每個孩子在各方面的狀況有所不同 那家長也了解到孩子的情形 那這部分確實家長不必非常急迫的來做決定 必要時也可以來諮詢相關的醫師專業來做一個參考 那這部分基本上我們都會尊重家長的決定來做後續的處理 Scient大問題 必然是如何尊重你 我拍的 goin 感谢观看